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赞峰却顾全大局 向德国的皇帝道歉 如果给了其他人的话 肯定会说德国人的坏话来逃脱罪名 但是他却没有 他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端而放下身段 真的很令人佩服 之后赞峰剥夺袁世凯的权利 留他一条生路 甚至将刺杀他的汪精卫 你在清朝即将灭亡的时候给放他 给了其他人的话 肯定会公报私仇 将汪精卫赶尽杀局 赞峰的度量还有他的头脑 真的我觉得傅仪是赶不上的 但是最后傅仪投靠了日本人 大清也灭亡了 我想当时如果父亲跟他是一条心的话 一赞峰的头脑可才华 清朝必定不会灭亡 也许还会走向国际化 所以说跟对主人有时候很重要的 赞峰真的是被驱裁了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